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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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就那么倒霉 他把这个废物 他废物 废物 废物 我是真小姐 你好学美人 你好学美人 你好 你好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开始抽烟 那个时候放学 所有同学在楼道里面抽 抽完了嘛 回家之前吃了药药 也怕蚂蚂发现 我从来没感觉 连两人都上瘾 你知道吧小子 上了大学之后没人挂了 烟根本就不理手 就形成习惯了 后来到了社会上 最多的时候一天 抽两包 后来 身边有个同学一起玩一下 就听到消息说抽烟 抽死了 听到消息的时候 害怕 是各种办法 糖也吃 挖嘴也磕 借个一两天 别人一地 他又抽出来 还是忍不住 还是自己忍不住 一年前吧大概 我前期好运了 我那个时候想过 这次一定把烟给借了 是雷霾 谁知道就那么倒霉 是我孩子 你也突然 你也突然 你来老朋友走了 家也没了 他借这个废物 他废物 他废物 废物 我是真小姐 救我 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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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已经意识到烟 已经不单单是烟 而是一种精神失灵 你对他已经产生了 这种非常强的依赖感 知道吗 嗯 那你抽烟 可以给你带来 什么样的刺激感 可以让你连家都遇到呢 你没什么刺激感 就不说我现在乱手 其实现在 你已经意识到 这是一个心理大跃生理的问题了 我季晓中收老师 帮了我 妻子林总前 跟我说 你救个烟过就行了 我实在切不留 想的 你一定要帮了我 我怕和我同学 一定要相当 我不想死 这件事情 我事后会被你带上老师 放进去的心理上的问题 只要你有这个决心 不管什么事情 肯定都会有这个 嗯 我觉得应该是 心理上的问题 因为烟草对于人 其实在生理方面 是没有成瘾性的 通常呢 我们把这个 有酒饮的 有烟饮的 这样的人 我们有个统程 就是用烟或者用酒 来让自己缓食一下 当然这些人 他根本就没有找到 自己去怎么去环境焦虑 降低压力的这样一种 那可能是烟 就是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依赖 而并不是说 那真是严谨大 这是一种习惯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替代 你比如说一些电子烟 比如说零食 口香糖 更多的另外的一种 可以替代掉抽烟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任何方式 其实戒烟就是主观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它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它戒不掉 我们完全可以帮助到它 找出这个它对烟草过度依赖 这样的行为背后的心理动音是什么 当然我们找到了这个 那这个问题就迎刃二戒了 前些年呢 网上有句话叫 歌抽的不是眼是寂寞 听起来像句戏眼 实际上到处的戏眼 戏的真正的是什么 是拍见寂寞和克服焦虑 我们除此之外 还会有更多的方法 只要你选善于去寻找 你就会发现